最纯粹的爱情莫过于一句承诺 我会尽全力让你快乐 大家好,我是阿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关于婚姻与爱情的剧情电影《面纱》 父亲举办了一场舞会 邀请各界名流来参加 凯蒂本不想缠合其中 奈何父母坚持让她去 她拗不过,也只能妥协 那晚她打扮得很美 她不知道的是一个男人已经盯上了她 男人静止朝她走过来 邀请她公舞异曲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次日闲聊之时 母亲问起约她跳舞的男人是谁 凯蒂觉得好笑 那不是母亲安排好的吗 可她没想到将男人叫来的人是父亲 意图再明显不过了 父亲向她介绍男人 男人名叫费恩,是个医学博士 在中国上海的英国政府实验室工作 父亲直言自己很喜欢费恩 凯蒂却坦言,自己对费恩没感觉 母亲劝她结婚不一定非要爱情 要考虑现实情况 找一个合适的人不容易 应该把握好机会 可凯蒂崇尚自由恋爱 没有爱情就结婚 这样的想法简直太落伍了 母亲打断她的话 严厉质问她 你还想让你父亲养你到什么时候 这句话彻底将凯蒂激怒 她正准备夺门而出 就撞上了登门拜访的费恩 费恩提出跟她一起出去走走 她没有拒绝 两人聊着聊着来到一家花店 凯蒂说自己很喜欢花 但从不买花 因为父母总说 花这种东西注定无法长久 只能图个新鲜感 在花店里 费恩直接向她求婚 她惊诧万分 认为费恩太过草率 费恩也知道有些匆忙 但她马上要回中国 没有时间再等下去 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却向凯蒂承诺 一定让她快乐 凯蒂没有被感动 反而觉得费恩有些可笑 可刚回到家 就听说妹妹被求婚了 对方还是个家境很好的富家子弟 虽然她并不喜欢费恩 但费恩才貌双全 家境又好 就这样虚荣心战胜了爱情 她没过几天 就高调地答应了费恩的求婚 婚后生活刚开始时还算幸福 渐渐地凯蒂发现 真正的婚姻生活 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美好 费恩是个十足的工作狂 每天工作起来 没完没了 加班到深夜 凯蒂跟她说话 也是挨搭不理 时间久了 两颗本就没来得及 绑在一起的心 中间的隔阂变得越来越深 凯蒂也慢慢地 被孤独寂寞所包裹 就在这时 她参加了一个酒会 在酒会上 她遇见了一个 叫查理的男人 查理不仅样貌英俊 还风趣幽默 两人不一会儿就聊到了一起 凯蒂也被查理深深吸引 最终没能抵挡住诱惑 将道德底线 抛到脑后 可止 终究包不住火 这件事 还是让费恩知道了 那天下午 两人正在房间 翻云覆雨时 正在上班的费恩 突然回来 但那扇门 始终没被打开 凯蒂将查理 送给她的项链 藏在衣服里 自己以为 隐藏得很缜密 却不知费恩 早就已经将她看穿 她打电话 给查理商量对策 查理以工作忙为借口 挂断电话 过了很长时间 费恩还是对那件事 只字不提 不久之后 费恩得到一个消息 长江支流旁的一个小镇 叫梅潭府 几天前 那里爆发了可怕的霍乱 很多中国医生 已经染病身亡 现在只剩下几个修女 在主持医院 费恩申请去那里 主持医疗工作 希望凯蒂能跟她一起去 但凯蒂一直被娇生 惯养着长大 怎么可能跟她 去那种地方受苦 立刻拒绝了她 起身就要离开 费恩还是捅破了凯蒂的丑事 威胁凯蒂 如果不跟她一起去 那她就去申请离婚 将凯蒂和查理的事情 告诉所有人 为了自己的名声 凯蒂只能坐回去 她祈求费恩 成全她和查理 没有爱情的婚姻 是不会幸福的 费恩觉得可笑 为了让凯蒂死心 她决定给两人一个机会 如果查理肯跟妻子离婚 跟凯蒂在一起 那她不但不揭穿 两人的丑事 还会主动退出 如果查理放弃凯蒂 那凯蒂就要乖乖 跟自己去煤炭府 凯蒂听后 心喜万分 立马找到查理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但查理却不愿意 跟妻子离婚 她能有今天的成就 都是因为 受到妻子的帮助 怎么会为了一时的新鲜感 放弃拥有的一切 这样的结果 让凯蒂彻底崩溃 她没想到 自己付出的真心 到头来 都是一场笑话 她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将这件事情 告诉菲恩 菲恩却没有觉得震惊 仿佛一切 都在她的预料之中 甚至在凯蒂刚出去的时候 就已经让下人 准备离开的行李了 凯蒂只能遵守约定 跟着菲恩 去往煤炭府 路程遥远且颠簸 下了火车叫上船 下了船 又坐了一天轿子 最后 在一所破旧的院子停下 那里就是他们 接下来几个月 要住的地方 屋子里的摆设 更是简陋 凯蒂觉得 那根本不是忍住的地方 但还是咬牙忍了下来 负责协助菲恩工作的副官 为停顿上门拜访 提醒他们 这里的百姓不喜欢英国人 外边暴乱很严重 即使霍乱不找上门来 那些人也一定会找他们的麻烦 他本来也不愿来到这里 可受到上级的指示 也不敢违抗命令 对菲恩这种不怕死 自愿来到这里的行为 感到万分震惊 而且不但自己来 连妻子也带上 菲恩也只是解释 这是一次很好的研究机会 她不想错过 菲恩虽然无法原谅凯蒂 但还是有些心软 害怕凯蒂染上病毒 准备给她打疫苗 凯蒂却毒气似的拒绝了 比起煎熬的活着 还不如染上霍乱等此 但听到菲恩说 染上霍乱极其痛苦 最后会因严重脱水而亡 凯蒂的心里 还是多了一丝恐惧 菲恩无暇顾及外面的暴动 一心只想着对互乱病毒的研究 从中找到救治病人的方法 即使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还是被救助占领病人的惨状吓到 一生生痛苦的哀嚎 杨菲恩下定决心 一定要研制出抵制互乱的药物 然而就在她将自己生命置之度外 潜心研究抵抗病毒的药物时 凯蒂的心里没有一丝对她的担忧 反而想着另一个男人 思念突然涌上心头 凯蒂顾不得那么多 拿出纸笔给查理写了一封信 希望查理能够回心转意 她将那封信交给维亭顿 知道维亭顿喜欢唱片 还将自己珍藏的唱片作为报酬 希望她能帮自己寄出这封信 但没想到维亭顿与查理的太太是旧时 还说起了查理太太说过的话 她丈夫身边的女人数不胜数 而那些女人都是些二流货 听到这里凯蒂满脸的羞愤 当即就要回了那封小寄出去的信 回到家里将信撕成碎片 连同查理送她的项链一起塞进抽屉里 从那之后她对查理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 而自从来到这里 菲恩的视线再也没在凯蒂身上停留过 仿佛她只是个摆设 凯蒂不知道菲恩这是在惩罚她 还是对她失望透顶 早就失去了对她的喜欢 菲恩白天整日泡在研究所里 凯蒂在屋里待得无聊 决定出门走走 没想到在路上碰见因祸乱死去的病人 看到那人的惨状 她这才真正意识到 祸乱有多么可怕 菲恩又置于多么危险的境地 晚上菲恩回来告诉凯蒂 管理孤儿院和医院的修女 想要见见她那位深情又忠诚的太太 这句话她说得很用力 像是在讽刺凯蒂 又像是在讽刺自己 次日凯蒂准时赴约 看到孤儿院的孩子们可怜的样子 她不由地为他们揪心 当看到医院里一个个因祸乱丧命 被抬出去的病人时 终于醒悟过来 菲恩整日都在与病毒抗争 而自己只会想那些儿女情长的小事 简直愚蠢至极 晚饭时见菲恩迟迟喂来用餐 凯蒂端着晚餐给菲恩送了过去 却见菲恩累得睡着在书桌上 她将菲恩叫醒 试图了解她所做的研究 菲恩却无心跟她解释 她想要挽回他们之间的感情 菲恩却始终不给她机会 她祈求菲恩不要再用冷战的方式惩罚自己 菲恩却觉得可笑 在她看来她恨的人一直都不是凯蒂 而是那个爱着凯蒂的自己 她没时间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情 还有更大的任务和责任在等着她 凯蒂也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考虑再三她决定去孤儿院帮忙 哪怕只是扫地做饭也可以 院长安排她照顾新生儿 她也毫不嫌弃 不怕脏肋清理婴儿的排泄物 意外经过的菲恩对凯蒂的变换感到诧异 但更多的是担心她的安全 经过多次检测 接近坟场的水源已经被污染 菲恩提议将坟迁到离水源远一点的地方 但当地人将风水看得很重 死活不肯执行 这就意味着村民吃水 只能去远一点的地方去挑 可现在麻烦的是 镇上唯一的供水处被关闭 那些镇民正面临缺水的局面 菲恩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就在这时 凯蒂手上的风车给了她启发 她利用风车的原理 制作了一个大型送水装置 可以将村里的水源送到镇上 村民用水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孤儿院的音乐老师前段时间 因为霍乱去世 会弹钢琴的凯蒂 接受这份工作 教室里有琴声 还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菲恩路过 看着凯蒂的侧脸着了迷 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突然在脑海中闪过 她总是能轻易让自己着迷 晚上两人第一次坐在一起闲聊 凯蒂突然想到 两人第一次出去散步的场景 那时的菲恩和现在一样 满脑子都是医学研究 哪有人第一次约女生出去 一直聊研究细菌的话题 听到凯蒂的抱怨 菲恩笑出了声 她突然想通了 两人之间出现矛盾的问题所在 因为他们都在追求对方没有的品质 他们之间的隔阂 也在一天天对彼此的了解中 渐渐消除 镇上因为处理病人的事情 引起了不小的霍乱 村民们因为不满英国人的处理方式 发起抗议 正在研究病毒的菲恩 第一时间想到了凯蒂 得知凯蒂可能有危险 及时赶到将她救下 所谓患难见真情 两人通过这件事 认清了自己的内心 彻底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交给对方 菲恩带凯蒂去看了自己设计的送水装置 坐船看遍了江上的美景 像是一对结婚不久的小夫妻 日子也日渐甜蜜 一天 凯蒂因为劳累过度昏倒 修女替她检查过后才发现 她怀孕了 然而这件事对别人来说是好消息 在她看来却是噩耗 因为她不能确定 这个孩子到底是菲恩的 还是查理的 菲恩知道后丝毫不介意 不管这个孩子是谁的 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们已经得到了彼此的心 凯蒂也被菲恩感动 放下了芥蒂 几天后 一批难民突然涌入煤坛府 官兵无法阻止 只能在江边设置难民锁 那批难民中不少人感染霍乱 菲恩的任务更加艰巨 每天阵里阵外两头跑 凯蒂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好觉 她一直在等菲恩的消息 却在夜里等来了一个噩耗 菲恩最终还是感染上了霍乱 凯蒂马不停蹄地赶到难民锁 不顾所有人的阻拦 留下来照顾菲恩 可她能做的也只有给予安慰 半夜 菲恩从昏迷中醒来 请求凯蒂原谅她 凯蒂掩面而起 要说原谅 也应该是菲恩原谅她才对 菲恩最终还是没能撑到天亮 凯蒂一强装镇定 看着菲恩入土为安 但当佣人收拾菲恩的遗物时 她再也无法镇定 彻底崩溃 她收拾东西 坐船离开 与来时没什么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 归途只剩下她一人 而她深爱的丈夫 永远留在了那片 充满着两人甜蜜 与哀伤回忆的土地上 回到伦敦后 凯蒂生下了肚子里的孩子 多年后 她又一次见到查理 往日的那些懵懂与激情 早已散去 她笑着跟查理打招呼 内心再无一丝波澜 人生总是会出现 无数个选择题 有人对生活 不再带有什么幻想 就像凯蒂的父母那样 虽然知道花是美丽的 而且也不在乎那点买花的钱 但她觉得 这事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不喜欢花 也不会买花 他们对生活 不再带有什么美好的梦想 遵循世俗的生活方式 是他们认为的正道 权力 金钱 能看得见 能抓得住的 才是有意义的 凯蒂对未来 充满期待 遵循有爱情 才会有婚姻的原则 但她毕竟年轻 漂浮在现实之上的 那层面纱 还未被揭开 在她眼中 花就是美丽的 生活对于她 是充满希望的 生活中 人总是会不知不觉的 遭遇类似的两难 一条是现成的路 但就因为现成可预见 所以对人缺乏吸引力 另一条则是未知的路 正是因为未知 所以给人感觉 总是披着美丽 迷人的面纱 如何去做选择 只能自己决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 接下来 还有更多好看的电影 等着你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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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